踩 踩 踩 走 逐陸中原 文鼎神舟 金庸武俠天地 陸鼎記 有下計 會搬全世代 心氣傲 誰及我 張 百官 也整股氣弄 是問誰 能敵我 笑笑 往事不再重要 今日我有行作主角 笑笑 我律師妙計 就令你出現貧荒 赤小的笑我是傻 甚至我心中興何 我爺爺未及我清楚 更清楚 跌跌碰碰我扮傻 天風我歡呼唱我 我要換世 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或錯 但卻始終我是我 來 原來你是台灣延平郡王的後人 晚輩正事 那你第一個師父 就是投降滿清韃子的師郎 是嗎 是 此人無此忘義 晚輩早就不認他做師父 他日姜牆相見 一定親手把他殺掉 晚輩近這十年一直跟馮師傅學藝 他老人家是昆倫派的第一高手 外號叫做一劍無血 師太一定知道的是誰 我聽聞他的劍法出神入化 劍尖點人死穴 被殺之人皮膚不傷 一滴血都不見 是 氣功能夠練到這樣的境界 當世沒多少人做得到 馮師傅年紀有多大 今年冬天 晚輩又要跟師傅擺五十壽言 還沒過五十歲 就有這麼高深的內功 真是難得 好, 時候不早 我們上路吧 鄭公子請人路 好 你們這兩輛馬車 我吩咐下人代為駕駛 有路了 你們倆就駕駛馬車 跟著走 是, 公子 阿阿 你怎麼會認識這個鄭公子 我和師姐在航南開封府見到她 當時我們穿著男裝 鄭公子以為我們是男人 就在酒樓走過來跟我們喝酒 你倆真是大膽 女兒現在竟然上酒樓喝酒 師父, 又不是真的喝酒 裝模作樣玩玩而已 歐姑娘, 你長得這麼漂亮 就算改扮男裝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姑娘 這個鄭公子 我就說她不懷好意了 你只不懷好意 後來還是師姐告訴她 她才知道我們是女扮男裝 還猛地向我們道歉 人家是正人君子 哪像得來 好了… 你們倆別再吵了 不怕失禮嗎 是, 師父 不怕失禮 也不會增加 我就是老人家 不怕失禮 然後不怕失禮 然後不怕失禮 因為都不怕失禮 不怕失禮 而不怕失禮 航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辦法, 殺死你的姦夫 富伯茵, 吃饅頭吧 七個喇嘛騎著馬來, 難道就是… 呆 吃饅頭吧, 警告你 你不想變成人棍就別出聲 他們走進飯店 好, 小白臉剛才猛地吹牛 怎樣二十多人打七個人 老子看你如何擺平七個喇嘛 臭尼姑 我們幾個師太是不是你害死的 你們幾個喇嘛幹什麼 在那大呼小叫, 對師太這麼無禮 你是誰 我們跟尼姑說的, 關你什麼事? 撈下去 大膽 你們竟然敢對我們公子無禮 一...撒 一起掌 說得自己那些人得這麼厲害 現在二十多人一樣 八個人便要是走7人 咔嘩 這個戴頭的喇嘛高高瘦瘦 想不出功夫這麼派家 好像不用很多用力 這樣就將對方的兵器 踏上天花橫樑上 你們跪下投降馬 再不投降,飛上橫樑的 就不是你們的兵器 是你們的刃頭 糟了,那些飯桶不夠打 然後那些喇嘛一定會為難師太 和我小美人 那怎麼辦 就算好了 拿走,弄點飯桶 那些人死了 再不拿走,我放火燒在這裡 是…客官…馬桶拿走 馬桶送到… 你想怎麼樣 我們只是和這個尼姑有過節 不關其他人的事 你是不是他的徒弟? 不是 不是,不是嗎?快點滾開 專家是哪位?請留下聲明 日後…日後可以… 我發明桑傑 是西藏達賴喇嘛活佛座下的大護法 你想日後找我報仇是嗎? 是,沒錯 坐下吧,小子 鄭公子 這群喇嘛到底在等什麼呢? 為什麼不立刻殺死師太 忽然坐上座位? 我知道了,他不知道師太身受重傷 看他還這麼鮮定在喝茶 一定是怕了師太想看清楚才動手 來了…酒來了,酒來了,酒來了… 混帳 這麼小壺酒,忽然一個喝也不夠了 多拿點來 客氣… 有辦法 老闆 你這麼不走法,天一半地一半 天光還未不滿 讓我幫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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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害怕 這些喇嘛真是又惡又麻煩 你去看他們現在做什麼 這裡我幫你搞定就行了 那…那…麻煩了 少哥,你真是好人 幸好那些蒙汗藥在身邊 你們這些喇嘛 怎麼會猜到竟然有人 在酒裡下蒙汗藥才行 搞定 這麼快喝了酒 又在這裡出去走 那快點拿出去 遲了他們又說要燒舖 那… 快…快點跟我們倒酒 霍爺來了…走來了… 倒酒… 來…來…喝 不夠了…拿多點酒來 整個情郎拿出來… 小人的蝦他拿 小姑娘,你有婆家嗎 你…你幹什麼 來吧,讓佛爺射一下你 放開我 放開我 放開我… 放開他,你死開 來… 為甚麼那蒙汗藥還不發作 不通情 我如果託你靈了下來… 我來自我知 不接你 我去哪走 我可以看你 你會永續 我可以看你 我快跟那個啊 不是抑死 什麼我都不看你 你怎麼跟我 我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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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鄭公子, 你怎麼摸我的屁股 你以為我是柯姑娘, 你真是無禮 胡說, 我哪有 這次輪到腐敗的團長出馬了 他又摸我的頸? 小惡人的手沒那麼大 一定是鄭公子 但我又不可以喊出聲給師父知道 放手吧 鄭公子真是無禮 他竟然摸我, 摸我的胸口 阿柯姑娘, 打得好 這個鄭公子是好色之徒 鄭公子, 你又試摸我 你摸錯人了 你胡說, 明明是你摸人 還反過來誣衊我 這隻手這麼大隻 又怎麼會是小惡人呢 鄭公子, 你不要這樣 那裡有人 停 明明看到那邊草堆有些東西動動的 好, 大家小心 等我去 有一隻男人的腳 出來 該死 這次還不踏死你的小白臉 這個肥男爺又出手進來 好, 把腐敗的手掌給你 有一隻手 那隻斷掌 糟了 又搞定一個 快點躲起來 糟了, 躲不及了 小妮姑 你連殺我八名師弟 我跟你仇心似海 你躲在草堆裡不出來 輸給英雄的 出來吧, 出來吧 這個桑傑一邊趕一邊退後 似乎有點脅 臭拉麻 我師父武功出神入法 天下間沒有人比得上 不過他老人家慈悲為懷 有好生之德 不想再殺人了 你們走吧 哼, 沒走得那麼容易 小妮姑 你交回四十二章經出來 佛爺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否則,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們都不會罷休的 四十二章經 間間廟都有 有什麼稀奇的 我們要小妮姑身上那一本 我師父那一本經書 早就送給這位公子 你們有本事 就自己問他拿 原來在這裡 起來, 快拿出來 拿什麼 放手, 放手 鄭公子, 命死要緊 給他們一本經書 我都說沒有 你給不給, 給不給 鄭公子 你帶這幾位佛爺 回客店拿回經書 我明明看你在客店地上 挖了個洞 你是不是把經書藏在裡面 沒錯 一定把客店藏在裡面 押回去拿 是 走吧 你們不要相信這個壞人 他說謊 鄭公子從來沒有拿過什麼經書 阿娥姑娘 我這麼多是想救你和師太 讓鄭公子引開他們 我不用你救 你冤枉鄭公子, 你想害死他 師太和你的命 比他萬倍千倍 小尼姑娘 你出來 還有兩個小孩 你們都跟我一起回去拿經書 你這個壞人貪生怕死 就賴了說要救師傅 你有本事的話 就出去和喇嘛打過 打就打, 我死也無所謂 但沒有人救你和師太 但如果贏了, 那又如何 你第二輩都贏不了 如果你打得贏一個喇嘛 我就永遠服了你 你太看小我了, 我先前已經殺了七個喇嘛 喂, 你用詭計而已, 不算數的 這樣吧, 我打贏一個喇嘛 你就嫁給我做老婆 胡說, 你是和尚又是小太監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和尚可以還俗 小太監可以不做太監 總而言之, 我一定要娶你做老婆 師父, 你聽到了 在這個時候他還風言風語 小寶, 你伸手過來 師太交了一個錦包給我 這個錦包 不是裝著四十二張經理段的地圖碎片嗎 有機會就走, 不用理我 如果將來得到另外七部經書 說不定我大漢山河就光復有望 是, 師父 臭嵐, 你們聽著 我師父是當勢高人 不想和你們交手 你們派一個人出來, 先和我打過 打贏我的話, 再和我師姐打 不過你們還是不敢打的了 還是快點走吧 你真的沒死過 我輕輕一拳, 就可以打到你飛出九像院 好啊, 那就由你和我打 阿姑娘, 我打贏了 你就是我老婆的了, 無法抵賴 你不會贏的, 你一定不會贏的 一夫拼命, 萬夫莫當 為了娶你做老婆, 我一定拚命的 小子, 你真的要和我比武功? 當然真的, 我們一對一 你放心, 我師父一定不會出手 但是你們四位師兄師弟, 又會不會幫你? 哈哈哈哈, 放心吧, 我們也不會幫手 好, 如果我一拳打死了他, 你們會不會走過來人多欺人少 說明先, 如果你們一起打我, 我師父一定會出手 哈哈, 小子, 你放心吧, 你們兩個單打獨鬥 雙方都不准派人幫忙 好, 誰幫忙就是烏龜王八蛋 哈哈, 沒錯, 誰幫忙就是烏龜王八蛋 小寶, 如果你贏不了, 就假意比試 快點搶他們的馬匹徒走 為了我的美老婆, 死就死吧 怎麼樣, 小子, 你想怎樣鬥呢? 文鬥就行, 武鬥就行 怎樣文鬥, 怎樣武鬥呢? 文鬥就是你打我一拳, 我又打你一拳 互相輪流打, 直到有人跌倒為止 但是被對方打的時候, 不可以閃避 不可以還手招架, 只可以運用內功, 硬接一拳 如果武鬥呢, 就即是, 鬥拳腳又行, 鬥兵器又行 總之就是對打, 可以閃避招架, 跳來跳去 這個頑童伸手靈活, 假如跳來跳去 我怕師弟一時打不到他 他一定會跳去草堆, 引師弟追過去 這樣, 尼姑就可以突思暗說 但是, 如果文鬥接他一拳, 就當是扔骨 師弟 一會兒 你們倆說甚麼, 紫紫紫紫 你這個壽師兄叫你投降, 怕你不夠打 小鬼, 我師兄叫我不要一拳打死你 你小小年紀, 懂得多少兵器武功 免得以後, 被人說我欺負你 我們就來個文鬥 見你是個小孩子, 你先打我一拳 好啊, 那你站穩了 好, 讓我把匕首出袖口, 向他正空口刺過去 到你打我了, 來吧 喂, 一拳都捱不住嗎 師弟, 師弟 誰過來幫忙, 誰就是烏龜王八蛋 阿老婆, 我贏了 你答應過不能反口 你啊 小鬼, 算你拳法高明 佛爺現在, 就替你比刀法 小寶神功一分鐘, 主持劉天賜 小寶神功一分鐘, 第四十七回 提到, 九嵐和阿老婆, 小寶, 靜黑爽 等等, 被這些喇嘛追殺 喇嘛這個喪傑, 更加是一個武林高手 殺人斬眼, 功夫很好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九嵐師太 他已經有一個內傷 在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一個空城雞 要扮作一個鎮定的神態 來應付著這些惡魔 否則, 被人識穿了 他們的實力稍為差 就會立刻遭殺身之禍 所以, 獨卑神尼 在酒家裡坐著 慢慢地喝茶 依咒聞風不動 作一個諸葛亮在城頭 擺空城計的樣子 這個樣子 所以, 學這個小寶神功要特別留意 就是, 凡事在危急的時候 都不能夠顯示自己很緊張 失失方的情況 否則, 人家在你的臉色 身體語言和姿勢 都知道你在一個敗局之上 你更加難於逃出一個新天 所以, 萬事都要鎮定 就從這段故事裡面 看到出來了 綠鼎記 第四十七回 遙秀寧監製 曾圓俄編道 金融原著 可可編劇 主題曲由金輝大作曲 寧東成田池 陳奕迅主唱 由陳奕迅飾演韋小寶 葉韻夷飾演阿阿 並且由 孔祥興 劉超文 博家驅 蔡浩良 葉韋倫 簡志恒 林友榮 張志偉 李耀堂 李偉祥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將來 有些事不少我是傻 枉知我心中興何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叠叠碰碰我辦傻 天風我歡呼唱和 我要揉勢 但卻始終我是我 对或错 但却始终我是我 撑和腰 有当今星相 上满我 是何后果 心最怕我七位太座 英雄难敌过 笑笑 有红福照亮我 非旧女恶魂已经过 笑笑 像是天意让我 要去找心中爱甚多 这世界笑我是傻 总之我心中轻和 我阿爷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叽叽碰碰我犯傻 天风我欢呼唱和 我要援世 但却始终我是我 对或错 但却始终我是我 我再为她心中缺习惹 你这世界笑我是傻 总之我心中轻和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嘴嘴碰碰我裝傻 天空我搬呼唱和 我要換世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但卻始終我是我 你笑是笑我是傻 總之我心中氣我 我阿爺未及我清楚更清楚 嘴嘴碰碰我裝傻 天空我搬呼唱和 我要換世但卻始終我是我 對話錯但卻始終我是我 發生的感覺 發生的感覺 但卻請我